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中方已经按照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和中日领事协定的相关规定 向日本驻华使馆进行了通报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是法治国家 所有在华来华的外籍人员 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违法犯罪者必被依法追究 近年来日本公民类似案件屡有发生 日方应当加强对本国公民的教育和提醒 关于日本铵银中流的问题 中华民在这种中流安全中 宣判并不控改 不极道尖并不具体签